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北于福建省西部 是客家人的重要聚集地 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祖地 发源于龙岩市境内的廷江 被客家人誉为客家母亲河 《廷江入海流》是散文集客家漫步中的一篇 这篇文章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它如玉带一样贯通了敏月干客家大本营 因而获得客家母亲河的美誉 那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 为何会把廷江作为母亲河呢 1995年 客家人在长廷献剑的客家母亲河 头戴斗笠 右手持甲 这样的造型又寓意着什么呢 为了解答这些疑惑 来自龙岩学院民俗兴趣小组的同学们 组成了书本旅行团 在出发前 他们邀请了来自龙岩学院的陈贤章教授 一同参与这次旅行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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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到这个廷州古城 《廷江入海流》中 他提到说 廷江是咱们这个福建四大河流之一 又有这个客家母亲河的美誉 那您说他为什么有这个美誉 这个问得好 廷江有个学者特别讲了 天下之水皆冬 唯廷读囊 只有廷江水是向囊流的 发言在跟江西交界的五一山的末端 它能够贯穿福建广东两省的河流 也就是出省的河流 这是福建四大河流之一了 咱们这个作为客家人 我知道客家人都分布得很广 像汕头 潮州 厦门 珠海 他们都会往外发展 那他们为什么会往外走呢 这要讲到客家人的这个来历了 那么我们客家人这个根据学者说法 静代的时候依观囊渡 那客家人挤足囊签 敏夜干这个地方 因为人总是要求生存地义嘛 为了家族保存 所以他们呢都是不远千里万里 然后移到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客家人就在这边修养生息 其实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重要分支 因为南方啊 你看明南人 广府人和客家人 其实都是汉族的一个分支 那为什么叫客家人呢 那世界有很多考证 那主要的就是说 以前我们唐书的时候 有一个叫主客制度 那有主妇 客妇 客那就是外来人 到了一个地方定期下来 叫做客家人 那就称客家人 所以总的来说 这客家人呢就是从外迁徙来的 那就称为客家人 所以这个客是有客人的意思 对 外来人 正如陈贤章教授所讲 客家人的祖先是中原汉族 在以前中原地区发生战乱 或受到灾祸影响 一部分汉人迫不得已 难洗逃难 亭江的流夏 恰好是自北向南 因此成为了南夏的重要选择 正如亭江入海流中所记载 亭江流经米西 越东两片客家聚居区 它如玉带一样 贯通了敏越干客家大本营 又因亭江流经米西地区的县域多 路线长 所以米西地区成为了客家先民 南迁之旅中重要的落脚点 那么逃难而来的客家人 是如何在这里扎根生存 繁衍生息的呢 陈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 来到了一处古村落 寻找答案 咱们这培田古村落 跟咱们今天的主题 亭江边的客家人有什么关系 我们这个亭江还有很多分支 散布在梅花山路的各个地方 小小支流最后都汇集到亭江 是 这个水汽也是汇集到亭江去的 这些水车是吧 这个是水车 龙江时候的一个典型的 这个门有什么意义 他为什么要再次建一个门楼 这个是恩隆门 这种门它是有讲究的 一般人不能轻易建的 只有说皇帝或者朝廷 恩准了你才可以建的 叫恩隆 那它刚好这个村落呢 有一个五尖寺 五八尖 它这个是受到了皇帝的恩宠 就引起它建了这个白楼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 培田村的荣誉 对 这个也是培田村的荣誉 我们说它是 客家农耕文明的一个典型的村落 一个代表 所以跟刚刚那么多油菜花 就是因为耕田是吧 是啊 客家人签到这个 敏西山地 找到一块坪地 好了 它就就筑造下来开发 开墓耕地 是吧 那是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 那么在这个小小的坪地里面 建设了很多这个水利工程 很多这个梯田 梁田 水车 水车 这些就是水利设施的 对 古类是很有智慧的嘛 所以一直都是在这个发展 是 然后呢 田地里面种了各种的食材 客家先民来到这里之后 生存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客家人祖上是中原汉族 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 于是早期到达这里的客家人 建造房舍 开垦田地 续养牲畜 这些劳动作业 都离不开丁江的哺育 这在文中也有所体现 丁江纵横交错的水瓦 是客家母亲输送乳汁的乳县 他们为稻谷灌江 就这样 客家人凭借从中原带来的 先进农耕技术和当地便利的水系条件 解决了生存的问题 摆脱了滇沛流离的生活 安稳的生活让客家人发展壮大 原有的汉族文化和生活理念 也逐步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 诞生了独有的客家文化 虽然已在这里扎根许久 但他们一直谨记自己是客 这是对当地原住民的尊重 也是对祖先于根本的牵挂 敬祖孝亲的理念 也一直留存在客家人的心中 表现在客家文化的处处细节里 这的建筑怎么跟之前 我们看的都不同呢 前面我们看的是明居了 这边是宗祠 祭祀祖先的一个祠堂 客家每个村落都有这种宗祠 往往一个村里面就是一个家族传下来 所以他都要建一个宗祠来纪念它 那么宗祠里面也是举行一些祭祀 等等仪式的地方 所以客家的祭祖儿祭 他的宗祖观念是很强的 现在也在进行祭祀吗 你看都还有在活动 他传下的那一支的人 他必须要经常来祭的 而且很重视人家追眠先贤尊祖训 因为客家的家教家风很特色 比较严格 眼球大义 玉英才 同中俊主 家风家训特别明显 客家人源自中原地区 他们在南迁过程中 经历了许多艰难险祖 为了生存和发展 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家族意识和团结精神 祭祖传统则是家族意识和团结精神的重要体现 客家人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礼仪 客家村落中通常建有宗庙 在居住的土楼和围屋 围村里 大都建有祖宫堂 祠堂 作为晨放祖宫牌和祭祀祖宗的地方 在表达对祖先敬仰和怀念之情的同时 也在过程中寄托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这个好像也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并列的都是公尺了 我发现咱们这个门槛特别的高 跟别的建筑不太一样 那它是池堂嘛 它这个高门槛其实也就代表这种高规格 你的门槛很高 那个就是高品格高的宗族 我觉得随便门都能进 对 对 这个对联又是更有意思了 祖德 刘芳 赵永和 孙贤 异孝 读千秋 这个都是叫孩子 要这个忠孝 要读书 客家人特别注重这种 客家人尊重文化 尊重教育 许多宗族往往会利用祠堂当作书院 教育子弟 在门西地区 几宗族之地开办书院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把办学 讲学 以及其他鼓励试尽的措施定成族规 编入族谱中 写在迎联上用来激励后人 使得科举读书与个人生存 家族兴旺发达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了解了客家人重宗敬祖 重文宗教的传统后 陈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地一位朋友的家中作客 现在我们去品尝这个客家美食 好 我们来咯 来啦 欢迎 那我们一起来参加好不好 一起准备 体验一下好不好 好 一起来走 那你那边 在那边 这边有谁 好 好的 客家饮食文化 是居住在敏越干边境地区的客家人 在保留中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了迁移地的饮食特色 经过融合形成新的烹饪技法和饮食理论 书本旅行团所在的裴田村 属于米西地区 这里的客家菜在原有的基础上 注重味道鲜美 醇厚 他们在做的 就是这里很有代表性的玉子饺 它形似饺子 但面皮并不是用面粉做成的 馅料也是提前炒至半熟 这个果片是吧 再切丝就再多碎一点 切薄了 然后再切丝 切丝 我来 我来 这个好 这有点根部的 这啥萝卜 要烤到一个鸡分熟就好 那我们要炒半熟 然后再包到馅里面 然后再给它蒸 这些料破鸡板也有这样子 也有这样子 那你这个讲到这个破鸡板 这个就很典型了 对 它长期的这种发展形成了叫做南稻 可以吗 树 树 树米 看不懂 我觉得可以吧 那北方更多的是麦子 玉米 所以它做成面粉就是包子 馒头 这个饺子 那我们这个客家人迁到南方以后呢 种的是稻子 没有面粉 但是又传承了北方的饮食传统 那所以呢 就是用大米啊 磨成很多粉 做成了一种叫板的东西 年糕啊 这个包板啊 这个碍叶板啊 这些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方客家饮食的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到最关键的环节了 好 现在就要和这个玉子皮 然后再来包 包了以后呢 就再蒸 好 就是直接用手开始嚼就可以了吗 你这样这样 你试试 不会太冷了 真的不太温温的 都已经冷掉了 那我们这个客家人是从中原班来 那也是传承了就北方的一些这个习惯 还有某个做法 走 你比如说包饺子 这个是北方的 嗯 客家人来了以后的传承了这个 那没有面秘怎么办呢 那就想办法用南方产的一些食材来做 一下这个用椅子 这个来和上这个木薯粉 也是南方比较多的 那咱们这个最终柔完是不是也是像他们北方 要把这个盆也是比较干净 然后手也是比较干净的感觉 是吧 已经压力给到我了 对啊 对啊 顾师傅 靠您了 从中原地区迁徙至南方的同时 客家人也为闽西南地区的美食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适 社会的发展 赶闯赶拼的客家人 如今足迹已遍布海内外 但无论离故土多远 不变的是对母亲和的尊敬与牵挂 那么如今的客家人将这份尊敬与牵挂表现在哪里了呢 带着这个问题 书门旅行团跟随陈教授来到了厅江边 我们是来到这个母亲象下了 是 我们现在在仰望它了 对 好高 挺高 对 很慈爱 还背个小孩是吧 对 这个小孩代表说他养育儿女嘛 是 形象都很慈祥 我发现雕塑的底部是有浪花 完了它那个手边好像是 那是个船桨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造型啊 船桨呢就是说 它可以下河撑船嘛 客家妇女是非常勤劳勇敢的 上上去砍柴 下河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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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还背着孩子来干活 而且他孩子还是绑在身上的 如果他专门 教授孩子 他又会失去那种抱着的形象 是 这就方便干活 所以他那个也背着背带呢 我们也称为是客家的这个 背孩的这个带 终于有设计的 哦 这个 所以客家妇女很勤劳 他都是背着孩子干活的 哦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 我小时候比较背贝过 哦 对啊 好玩了 对 我看这个 咱们这个母亲上面是带的一个像河叶一样的东西吗 嘿 其实呢是客家斗笠 再添一点这个 这个布遮阳的 哦 遮风挡意 我们这面前这个是不是我们客家公祭的时候的那个 是啊 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 就是说当时塑造这个母亲像啊 也是很多海外华 华侨华人啊 母亲跟问主嘛 他有的梦中就是总觉得我的根在哪里 那根在我们这边 那他们就追寻 根据学者考察啊 觉得听江是他的母亲啊 听州是他的客家主地 然后就开展了这个公祭客家母亲和他的活动 每年一次 非常隆重 变成了就是世界客家人这种固定的活动 也是为及他寻耕的一种寻耕 是 海外的华侨都会回来一起祭祀吗 那是哦 全部都回来 几千人哦 都有代表来回来 那这应该都能做嘛 当时从那边外面看的时候就很大 对啊 每次的公司的场面都非常壮观 不管我的客家人能发展得这么好 他心里面永远有一个根 对啊 有根根 至此 书本旅行团对客家人与听江的关系 有了新的认识 听江是客家人祖先南千的水上路线 也是米西客家人的生命线 奔流的听江水淡下了客家人的血脉 也滋养着客家人的繁衍 客家母亲和之称 实至名归 在文中作者对于客家人与母亲河的关系有着这样的解读 听江对于客家人的最大意义 像母乳一样滋养着客家人的体魄与性情 自1995年开始 在这座母亲巷前 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家人络绎不绝 他们回到厅江边 寻根寄组 投资兴业 让这条母亲河 成为了连结海内外客家乡亲的桥梁和纽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